今天是我受伤小丘之后恢复工作的第一天 过去几天事实上有不少行政长官应该出席的活动 我都没办法去 在这里向那些活动的主办机构自协 也值此机会对向我送上祝福慰问的很多朋友 还有很多我都不认识的市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一次小小的意外其实都有一定的启发性 做人就是这样了,做政府都一样 在局面好的时候不能调以轻心 应该更加的谨慎 因为风险和暗用仍然存在 大家今天看到香港的治安非常之好 困扰了我们一段很长时间的暴力、起底 不认识、滋扰都好像沉寂了下来 但还是不要调以轻心 香港的形势仍然非常复杂 仍然会是千变万化 尤其是在中美的斗争的中间 我们其实是在风暴的中间 所以大家无论在日常的公务、做生意 或者就算是个人的生活上 都是要保持这个警觉性 那就会安全大家了 我经历了四年多的行政长官的体会 特别是和中央有非常紧密的合作 我的结论是香港的病和弊 是没有完全掌握《一国两制》的真体 现在就是爬起来再走过 但是这次我就很有信心 因为我们真的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 只要我们坚持一国为本、一国为根 这个《两制》肯定会知凡业貌 香港肯定会继续成为国家的掌上明珠 所以大家根本不需要再太担心 我们会再出现一个难以管控的场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